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在印度 新冠确诊人数已经突破600万例 该国确诊人数已逐渐接近美国 成为受到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打击最严重的国家 专家担心 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分别宣布了针对新冠病毒的新测试方法 这种检测将在短短15分钟内得出结果 这将改变现有新冠检测 通常需要至少24小时的瓶颈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认证的这种抗原测试 看起来与怀孕测试类似 如果被检查出新冠病毒 则会呈现出蓝线 虚实仅为15至30分钟 但是 它的准确性不如先有的测试方法 不过测试费用会便宜得多 世界卫生组织及包括盖茨基金会等合作伙伴 将向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发1.2亿份测试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 政府卫生咨询机构 澳大利亚卫生防护首席委员会 正在考虑是否让来自安全国家的人在家接受隔离 3月下旬以来 进入澳大利亚的旅客必须在入境口岸的酒店 接受两周强制隔离 之后才允许接触社区 莫里森在昨日的讲话中表示 澳大利亚确实希望在某个时候向疫情安全国家开放国境 无论是新西兰还是太平洋中的某个国家 还是像韩国 日本这样的地方 或者是抗疫成功率高得多的国家 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丹麦 该国目前允许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若干个国家的公民自由入境 目前 根据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谈判中的旅行泡泡协议 新西兰公民有望恢复澳大利亚而不用接受任何形式的隔离 莫里森还表示 国境对更多国家开放后 有可能在简易隔离制度中根据疫情风险对世界各地区进行分类 澳洲政府和旅游团体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澳洲旅游业制定计划 他们透露了解除边境限制和与澳新互通的时间表 计划旨在 11月之前实现澳新跨塔斯曼旅行隔离圈 12月1日之前各州及领地边境限制解除 据悉 维州边境可能会稍有推迟 预计在明年1月或2月才能重新开放 此外 根据计划 澳洲民众则可能将在明年1月或2月前往新西兰度假旅游 澳洲在线恐怖邮轮 近日 停泊于西澳北海岸附近的货船又爆出了船员感染 目前该船上的病例总数已达到了17例 而因为这艘恐怖邮轮 西澳本周一新增的病例甚至比维州更多 目前感染的船员中有7名仍留在船上 还有10名在酒店隔离 西澳州长马克·麦高文昨日宣布 从10月5日起 抵达西澳州的维州旅客将被允许在家实行14天的强制居家隔离 并在两州的自我隔离期内接受两次新冠检测 麦高文表示 今年7月 维州政府和新州政府在疫情爆发后 均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 而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实行居家隔离是一个重大但合理的改变 这将减轻酒店减一系统的压力 而在谈到如何确保居家隔离的有效性时 麦高文指出 最新版本的G2G应用程序将允许警方在隔离人员处于自我隔离状态时进行远程管控 据称 G2G应用程序是由西澳的一家当地公司开发的软件 日后所有进入西澳的旅客都需要下载并使用该应用程序 以配合西澳对于隔离人群的管控 州长麦高文进一步表示 这项技术使我们有信心采取下一步措施 放宽一些边境限制 应用程序将允许警察实时进行虚拟检疫检查 根据相关的规定 来自其他州的旅客在到达西澳后 必须指定在一个住所进行隔离 并严格遵守隔离法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